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Hello 為何這麼囂張 我想選三文魚做到錯 但我又不懂選 不如你教我吧 其實現在科技都很發達 例如好像 Lockchain 可以透過所有食物 由外國來到香港的時候 每一站都去過哪裏 香港都不輸蝕 他們在網站上 已經有齊了很多資料 三文魚方面 可以分為養殖和野生 野生的三文魚 肉質會比較厚 而養殖的三文魚 肉質會比較軟 在脂肪方面 你會看到野生的三文魚 比較幼細 而養殖的 那些是比較粗 多一點的 顏色方面 你也看到 其實是比較深橙 而養殖的三文魚 它是比較淺 吃起來方面 我自己覺得 野生的三文魚 的新鮮感會高很多 現在食材又搞定了 不如你教我煮吧 好啊 你想吃三文魚 那我們做一個 用脆肉瓜來煮 跟月色三文魚的燒度 首先我們把脆肉瓜 批成好像麵條一樣的形狀 然後就可以落鑊 加蒜 炒香 月色的醬 我會用到魚露和水 可以再加糖 乾蔥和羅勒葉 拌勻 之後就可以在三文魚上用鹽和黑胡椒調味 煎香它之後 將鮪魚和魚一起上碟 這樣就完成了 這就是粵式煎三文魚的鮪魚 這條三文魚說是入口 但就算入口的食物 現在的科技都可以追溯到源頭